你或许能够马上脱口说出好莱坞女星的名字 但你有没有看到宝莱坞的年轻和惊人的女性才华呢 如果没有 那么你肯定错过了 来自印度最年轻最雄心勃勃的女演员 倒数开始从 1995年8月12号出生的沙拉阿里可汗的父母 已经在电影界缔造了成功的职业生涯 所以难怪他们的女儿想要追随他那知名父母的脚步了 他在四岁时开始表演 在广告中参演一角 但在23岁时 他在2018年才首次亮相 因为他的父母希望他先完成学业 他从影以来的突破性作品 被称为凯达尔纳特 粉丝被这部电影迷人的爱情故事迷住了 这位女演员得到了保莱坞大佬和评论家的正面回响 同一年稍晚时 他出现在另一部电影中 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作品上映 作为保莱坞的另一位冉冉升起的星星 香农于1990年7月27号 出生于一个由会计师和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普通家庭 在进入娱乐行业之前 他已经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并担任模特 真是有脑又有美貌 2014年他的第一部保莱坞电影《耀上荧幕》 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香农的表现也受到了高度赞赏 这个职业生涯的爆炸性起点 让他接下来得到许多有趣的角色 但除了表演之外 这位年轻的明星还有很多爱好 包括了跳舞 烹饪和看板球 他还有只最可爱的狗叫迪斯可 保莱坞第十名 艾达·夏马 夏马出生于1992年5月11号 他从小就一直知道 有天他会成为一名著名的女演员 实现这个目标的愿望 强烈到让他甚至想辍学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是他的父母却说服他 抛弃这个念头 他走向荣耀的道路绝非一世 他开始参加试镜 但由于他的外表 制作人不断拒绝他 主要是因为他的卷法 嗯 他们瞎了吗 但是夏马不放弃 最后终于在一部恐怖电影中 单纲扮演主角 观众和评论家都认为 他的表演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好 这位女演员甚至连特技都亲自上阵 现在他的事业蓬勃发展 他拥有强大的粉丝群 保莱坞第九名 普加海吉 这位现年28岁的模特和演员 出生于1990年10月13号 在大学学习期间 海吉已经下定决心 要在娱乐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所以他开始参加时装秀和舞蹈表演 这最终引他进入了模特生涯 成为一些顶级品牌广告中的代表人物 2010年他在印度环球小姐选美大赛中获得亚军 两年后世界见证了他的演技 虽然他的2012年首部电影在票房上表现不佳 但从那时起 他在其他电影中的表现得到了更多的正面回响 保莱坞第八名 塔斯·潘努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几乎可以在所有事情上也才华横溢 出生于1987年8月1号 潘努在参加电视选秀节目的试镜前 他先是担任了软体工程师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模特 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多成就后 他对此失去了兴趣 因此最终决定探索他的表演能力 这位勤奋的女演员 已经获得了大量备受好评的电影 并为他带来了多项奖项 但他不仅在电影界找到了自己的利基点 他还经营着自己的活动管理公司 几乎每天都在空闲时间里玩必求 保莱坞第七名 爱丽亚·巴特 在26岁时 巴特是保莱坞的顶级女演员之一 他于1993年3月15号 出生于一个由电影导演和演员所组成的家庭 那么他的职业生涯选择 看起来十分自然 当他年仅6岁时 他首次出现在大屏幕上 就是在惊悚片中扮演一个小角色 2012年 他在一部名为年度最佳学生 Student of the Year的电影中单纲主角 他在那部片子里 扮演一个有形有款又时髦的青少年 他的首次亮相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 并为他赢得了奖项 几年后 巴特主演了一些受到评论家和粉丝们赞扬的主流电影 巩固了他在演艺界的地位 2018年 这位著名的女演员推出了他自己的包包产品 并出现在Forbes 印度名人100名的第12位 哇 我26岁的时候在哪啊 啊 是的 还在决定我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保莱坞第6名 齐亚拉·艾凡尼 同样作为20多岁的另一位非常成功的女演员 艾凡尼于1992年7月31号出生 她是保莱坞的新面孔 她的职业生涯始于参演一部名为Fuckley的喜剧片的主角 虽然这部电影的评论毁誉参半 但她的表演展现出极佳的表演潜力 受到了评论家和观众的赞赏 受到这种热烈接受度的启发 齐亚拉继续在电影中扮演多元化 和大胆的角色 让自己释放出才华 并打造自己成为一位真正有报复的女演员 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为我们所有人准备了什么 保莱坞第5名 詹维·卡普尔 1997年3月6号出生的卡普尔 来自一个电影界的家庭 她的母亲是一位传奇女演员 她的父亲是制片人 所以是的 再一次这个表演的天分就藏在她的血液中 事实上她确实在幼儿时期就开始想要从事演艺事业 但她的父母为他们的女儿规划的是另一个未来 希望她在完成学业后结婚并安定下来 然而 詹维说服他们支持她的职业抉择 她最终出现在2018年首映电影的大荧幕上 并且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 现在她已经毕业于美国的李斯特拉斯堡剧场和电影学院 这位女演员已经准备好要打造她的大荧幕野心了 宝莱坞第4名 尼迪·阿加瓦尔 1993年8月17号出生的尼迪 小时候就喜欢看电影 并同时梦想能够成为一名女演员 她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最终得到了回报 2017年她在一部电影中担任主角 击败了其他300名候选人 那部电影是一部浪漫的音乐剧 所以阿加瓦尔必须跳大量的舞蹈 但这对她来说并不是问题 因为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芭蕾舞和肚皮舞者 尽管褒贬不一 但这位明星诞生了 从那以后她就一步接一步地开拍了有趣的电影 宝莱坞第三名 蒂莎·帕塔尼 蒂莎·帕塔尼于1992年6月13号出生 这位女演员念的是电脑科学和工程学 但却不选择这条路 因为她得到了很多模特儿的工作机会 2013年她在一场选美比赛中获得胜利 引起了寻找新面孔的星探注意力 这就是帕塔尼走向电视舞台的原因 而一些电影制作人则被她的美丽和演技所吸引 她在首部电影中的表现深受观众欢迎 经过其他一些成功的案子之后 她得到了与演员成龙合作的机会 帕塔尼甚至推出了自己的应用程式 帮助她与粉丝保持联系 哇哦 宝莱坞第二名 施莉亚·皮刚卡 1989年4月25号又诞生了另一位未来的明星 虽然她在只有5岁的年纪 就出现在电视上的情境喜剧中 但施莉亚被培训为一名专业的游泳运动员 她后来决定走另一条路 而开始学习日语 希望能够担任翻译 但是她对表演的热爱不断增长 在透过获得舞台表演的经验 来提升自己演技之后 她终于在2013年要上大一幕 除了成为一名受欢迎的女演员之外 皮刚卡也指导一些短片 宝莱坞第一名 瑞亚·夏克拉伯蒂 最后1992年7月1号出生的这位美女 她的职业生涯开始于 她决定参加MTV印度的真人秀节目 她是第一名亚军 后来瑞亚被选中主持几场MTV节目 这项工作本来就已经让她非常有名了 所以当她想要冒险成为一名女演员时 每个人都对她的演技感到好奇 她的首部电影并不是很爱做 但她仍然没有让观众失望 夏克拉伯蒂继续在宝莱坞药居一线女星 主演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电影 谁是你最喜欢的女演员 让评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吧 别忘了给这支影片一个赞 与你的朋友分享 并点击订阅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